坦克作为地面武装不可少的装备 承担着歼灭敌方坦克装甲车 以及摧毁敌人的火器和防御攻势的重要使命 而这项任务主要是依靠坦克的主炮来实现 其可以在1500到2500米的距离上 对敌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坦克的主炮 一般情况下 坦克的武器装备都是一门主炮 作为主要武器装备 然后再配备辅助装备 比如遥控战上的机关枪 无论是威力还是射程 显然都是主炮更强 现代坦克炮是一种高出速长身管的加冻炮 在二战期间 坦克主炮和装甲之间的进化 一直处于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状态 敌方装甲厚了就提高主炮口径 敌方主炮口径大了就加厚装甲 但是发展到现在 口径基本上都已经固定在一个范围 俄罗斯的T90M坦克的火炮口径为125毫米 英国的挑战者2坦克 以及美国的M1A2SEP3坦克 这三者的火炮口径都是120毫米 现代坦克炮的口径一般为85到125毫米 主战坦克的火炮口径在120到125毫米之间 问题来了 坦克的装甲车车体坚固稳定性更好 装载大口径的火炮完全不是问题 那为什么现代火炮的口径会固定在一个范围 而不是越大越好 不可否认的是 在相同条件下 火炮的口径大 也就意味着炮弹更粗 出速更大 火力更强 但这并不意味着口径越大越好 如果火炮口径太大 则在其他相同条件情况下 整个火炮 炮塔座圈 炮塔都要加大 所以会导致坦克加宽加重 就会影响机动性和运输 并且大口径的炮弹很重很长 不容易实现自动装弹 手动装弹又太慢 这就影响了发射速度和弹药基数的减少 而120到125毫米 可以说已经是被认为达到了极限 既然口径不能分出胜负 我们就来比较炮弹出速 射程和威力 我们就来看看俄罗斯T90M 英国的挑战者2 以及美国的M1A2SEP3坦克 谁的主炮性能更强 如果单论威力的话 那么结果毫无疑问 T90M配备的125毫米 2A821滑糖炮 要问原因 那就是口径更大 5毫米虽然不显眼 那也是差距 2A821M式125毫米滑糖炮 虽然跟现役的2A46系列 可以发射同样的弹药 但其在精度 弹着散布 出速 弹药威力等方面 都有了巨大的进步 尽管深管要短60厘米 但相比北约的120毫米滑糖炮 2A821M式125毫米滑糖炮的威力 要高出至少20% 该火炮使用乌合金穿甲弹石 击穿深度可达到800毫米 在使用平油弹心的穿甲弹石 在2000米距离上的穿甲厚度 为875毫米 还能发射号称 世界最先进炮射导弹的 9M119M炮射导弹 其最大有效射程1万米 最大穿甲厚度约960毫米 可以摧毁地方坦克 武装直升机等武器 而且T90坦克炮弹导弹 采用硬射导弹控制系统 可以引导导弹6000米距离上 命中精度高达95% 不过由于导弹太贵 每辆坦克平均只装配4枚导弹 如果论综合实力 那无疑是美国的M1A2SE PV3 其配备的是德国莱茵金属授权的 M256120毫米滑糖炮 炮弹出塘速度1564米每秒 能够精准打击3.2公里内的目标 M256型坦克炮 堪称是西方第三代坦克炮中的巅峰作品 该炮在使用M829型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 其炮口出速在每秒1600米左右 使用M829A3型脱穿弹 在2000米距离上 可以稳定击穿700毫米均质钢装甲 如果使用M830型空心装药破甲弹 则可以击穿1100毫米均质钢装甲 这个水平在目前足以一发击毁T80 或T90水平的主战坦克 此外 M1A2坦克还装备了完善的火控系统 该坦克配备了车掌独立热像仪 可以在海湾炎热的沙尘天际中 精准识别2000米以外的坦克装甲车辆 而配套的CO2激光测距仪 可以精确测定目标距离 火控计算机则可以根据观测数据 自动对火炮进行调整 因此M1A2坦克具备极高的首发命重率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主战坦克 英国的挑战者2 其使用的是BAE系统公司的 L30型120毫米线堂坦克炮 可携带50发120毫米炮弹 包括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当前各国主战坦克采用的都是滑堂炮 T90与M1A2这种比较有名的坦克 使用的都是滑堂炮 唯独挑战者采用的却是一门线堂炮 线堂炮与滑堂炮的区别 就在于炮管内是否刻有堂线 线堂炮的炮管内 由于刻有堂线 使得炮弹在出堂时产生了旋转 由于向心力的作用 在旋转中前进的炮弹稳定性 精准度特别是射程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滑堂炮虽然没有堂线 但采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新式滑堂炮 具有出色高弹道水平 稳定性好等特点 可以赋予穿甲弹更高的动能 在对付越来越厚的坦克装甲上 具有明显超越线堂炮的优势 当然选择滑堂炮还是线堂炮 完全是看各国自己的选择 如果追求火力覆盖 对穿甲有需求 且维护水平很一般的情况下 肯定选滑堂炮 如果喜欢门中对居 且作战范围有限 火力饱和度要求不高的话 线堂炮肯定更好用 科普就到这儿 我们言归正传 L30线堂炮的火炮装置和炮塔 采用电气控制 同时车掌配备全景式 VS58010陀螺稳定瞄准距 以及热成像观察及炮瞄夜视镜 可以将目标放大4倍或者11.5倍 然后在炮手以及车掌的瞄准距和监视器上显示 炮手有稳向式炮手主瞄准距 具备激光测距等功能 其有效测距范围为200米至5公里 关于它的性能 咱们也不多说 直接上实战 在海湾战争中 配备这款线堂炮的挑战者一 就曾在5500米的距离上 击毁了一辆伊拉克的坦克 虽然这款伊拉克的坦克是固定火力点 装甲也不高 但也能说明这款火炮的精准度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大多数的120毫米 与125毫米口径的火炮 在2000米外的穿甲能力 都在750毫米左右 从理论上讲 按照这样的威力 坦克和坦克之间的战争 基本上发射一枚就可以相互摧毁 但是从实际上来说是达不到的 一个武器在对不同的目标 需要发射的武器数量标准是不同的 对于坦克来说 即便火炮的威力够了 但还是需要发射4发左右 才能保证摧毁敌方坦克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虽然火炮的威力在提高 但是坦克的防护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另一点就是加上目前的坦克火控系统 并不能保证100%的命中率 在世界上最好的火控系统下 坦克也只能保证有9成左右的命中率 在实战中的命中率连9成都不到 不过随着坦克主炮的发展 逐渐出现了小口径的潮流 比如美国就在高机动灵活性试验车上 采用了75毫米的自动机关炮 减小了火炮的口径 但是采用电渣精炼钢 利用自警工艺提高伸管强度 以加大唐压 出速可达到每秒2000公里以上 口径虽然小了 但是穿甲效能却没有降低 而射速也可以通过自动装填自动化提高 除此之外 电磁炮也是未来主炮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旦成功 出速可以提高到6000米每秒 威力大的同时又必无可避 一发便可解决战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各位朋友还想了解哪些武器装备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